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丹飞来了,我是丹飞,欢迎来到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 这一期呢,我们在美之宫前面,来抽我们这个月的月份头饰,好不好,呦,好大的猫脸 好,这一期的头饰呢,我们来看一下 名称叫做绿野漫游,现在天气真的还蛮炎热的 大家如果要外出游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然后躲避一下正中午的太阳,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能力 第一个,香薰灯斩 它是咬在嘴上的一个小灯 它的能力是魔法伤害加5%,击杀目标时,自身移动速度提升2%,持续3秒,最多可以叠加5成 所以就是移动速度可以增加到10% 目前我的跑速嘴是这个 收割者匕首,它是66里面的头饰,能力是每击杀一个敌方目标 自身移动速度提升3%,持续10秒,最多可以叠加5成 所以这是增加15%,而且它的持续时间比较久 所以呢,这一期的月份头饰,弱掉了 不过它可以存入嘛,还是希望可以抽到这个,嘴部的头饰 第二名是清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它应该对着我们吹,它怎么在旁边旋转 这样一点都量不起来 那它的能力是脸部每强化加1,物理攻击加0.1% 以目前的等级来讲170等嘛,所以是增加物理攻击17% 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120,抽到就来测,好不好 好,那下一个是幸运探险帽 头上有只可爱的小青蛙 幸运探险帽它的能力是生命上限加10%,HP恢复加15%,中毒抵抗加15% 那存入是双弓加6啊,可以可以可以,青蛙蛮可爱的 下一个是池塘勇士木剑哦 这应该是可以幻化成常见的武器外观 还是没有弓啊,什么时候才会轮到啊 那它的能力是全能力加1,普攻伤害加2% 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60%,魔法防御加4 头发盖住很多,上面好像依稀看到有个青蛙的样子啊 在它刀柄的部分 下一个是旷野之音,这样咬着就可以听音乐了吗 而且还是卡带的哦,非常的先进啊 它的能力是性音加5,受到毒属性伤害减5% 存入是双弓加4啊,看在存入双弓的份上还是可以啊 下一个,绿曼蜻蜓 有些对昆虫有点恐惧的可能会蛮害怕这次的绿曼蜻蜓 但喜欢的应该很爱啊 它的能力是移动速度加5哦,智力加5 那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60%,物理防御加4 好,看到这些能力以后就觉得这一期的投势我们只要抽3抽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额外增加啊,没有什么动力 就是抽的存入增加,记忆体强化 好,希望这次丹飞可以抽到存入加伤害的 让丹飞再继续变强下去 那我们就一样开抽 一样是5个角色,所以总共是15抽 切换一下角色,等一下回来,大家懂一下哦 好,我们来开抽第一个角色,同事扭蛋,一样三抽 第一抽 好,旷野之音 存入加双弓的,换包包 第二抽 池汤勇士木剑 第三抽 我不能讲 我很想要讲,太好了,没有重复的 忍到了,抽完才讲 包包包 幸运帽,哇双弓耶,哇他这波双弓加10耶,这样可以吗 女生帽好像比较合适耶,头上的可爱青蛙看起来比较合理耶 好,存入 勇士木剑,哦,青蛙是到的耶,但是拿手上应该是正的 这样应该蛮开的 如果是大佬,然后幻化这支武器外观 是支木剑,看起来好像很弱 但是打Boss一刀死 是不是很嚣张 笑死 好,存入 这个落伍的,不不不 非常前卫的录音带 双弓加4 很棒,存入 好,希望我的主要角色 复制这个角色的这三个,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不好 双弓加10耶 很香好不好 好 我抬第二个角色 好,我们第二个角色 来开抽 魔法直接的角色 准备第一抽 立曼蜻蜓 第二抽 先把高机率的抽一抽 哦,直挡勇士木剑 帮帮包包 第三抽 这抽机率可以啊 哇 帮帮包包 抽到重复的了 对了 有观众来留言说 为什么我不把重复抽到头饰 经练过以后 再换取回福利券呢 好,我们先看 一个可以换回六张福利券 好,我们现在来经练 因为以前啊 只要我抽到重复 我还要回去 然后再经练再回来敲 这样有点 拖到时间 想要拍摄的时候 比较顺畅 所以就没有这样去超速 可以多出来兑换的部分 因为现在已经改了嘛 那我们这次就操作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 让不知道的 玩家也可以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讯息 但是我在之后在操作上就可能比较不方便 这样子往返 因为有五个角色嘛 如果五个角色都有抽到重复的话 时间上的耗用也是蛮多的 好,我们秘营经练 然后选我们的池塘勇士 准备两个都敲一下好了 经练 看能不能敲到加六 好,成功 再敲另外一把 再敲一把 哇,失败 那我们敲回来 看可不可以记取教训 把这把垫上加六 两把都坏了 加四坏的 还是换回六张而已 归还零张 不离卷 所以坏掉没有办法多换 确定 那如果没有坏勒 所以加四的 没有办法 额外归还 那如果你敲上去的话 可能就可以 我们敲一下好了 反正 我们敲一下看可不可以到加五 好 加五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换 加五可以换九张 多三张 好 那我们看可不可以敲到加六 好,可以交六耶 好,加六可以换几张 好,加六可以换几张 好,加六是十张 多了四张 所以原本是六张 然后你敲到加五的话 直接多三张 变九张 那如果敲到加六 比原本的多四张 所以其实敲到加五的 CP值好像还蛮高的 比敲到加六还要好 这些就教给大家 去判断 要不要充一下 反正你要换回去嘛 如果你没充上去 换回去也是 96张 它不会减少 那你充上去了 就可能 变成九张 好不好 好,那我们把它存入 好,这角色都没有存到攻击力的 有点可惜啊 好,我们换下一个角色 我们这个角色是 物理的职业 第一抽 控野之音 帮我包包 第二抽 绿曼蜻蜓 第三抽 哇 哇 哇 最烂的耶 好,我们去工会拼一下好了 啊 好,先把这两个金链 这三个金链到加四 再来敲 目标是敲加五就好了 加五就好了 加五的机率蛮高的 耶 哇 啊 好,我们就这样子 多余的换成九张 确认 好,其他两个 绿曼蜻蜓 存入 控野之音 这个没办法换掉啦 因为他双弓加四耶 很香耶 存入 好,接下来 我要开我主要角色上来抽了 大家等我一下 好,在这么美丽的天空之下 我们来开抽 好不好 哇,上面还叫爱心云耶 现在才发现 好嗨喔 好,我的主要角色 三抽要来开抽了 希望给我存入加双弓的 准备 第一抽 一二三 给我 一啪的 又是 喔 哇靠 哇靠 一抽入魂耶 我是不要抽了 帮帮包包 欸 抽到了耶 一啪耶 哇靠 果然还是捕食角色 比较可以抽啊 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开好捕食角色来抽了 太棒了 存入双弓加一啪 单飞又变强啦 好 第二抽 说好三抽就三抽 存入加双弓的耶 哇 第三抽 一二三 来吧 我要去把你敲到加五 我跟你讲 放入包包 好啦,这周很香啦 哇 香薰灯盏 存入双弓加一呀 单飞又变强啦 先把这个存入 然后这只猫又来抢镜头了 你看 很大只啊 好,我们进攻会 敲一下 好 只要有一个加五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 我要存入 喂 加五啦 出不贵 所以 捕食角色 不适合来经练啦 别人敲都是 顺利加五 我敲就是 让他变成坏装 我们把他换掉 一样还是六张啦 可以啦 然后这个存入双弓 再加四啦 可以呀 很棒啦 抽到一趴啦 这周舒服 好,我现在看我 最欧的那个角色 第五个角色 大家等我一下 好 最后了最后了 最后一个角色 最后三抽 看他 这周 有没有办法比我还欧啊 我应该已经最欧啦 一抽入魂啦 准备 一二三 好 不错 纯路加双中的 第二抽 重复了 第三抽 应该是我把 几率都用完了 所以剩下很烂的几率 不好的几率被他吸收走了 好可怜喔 我来敲一下 看可不可以敲到两个加五 稍微平复一下 只要两个加五就可以了 两个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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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五 有没有机会加六呢 好吧 那就这样 两个加五可以换回18张 确认 然后有一个存入 双弓加四 非常好 好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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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蛋飛抽八月頭是綠野漫游的機率 分享給大家 大家有想要的 想要增加自己的機體 趕快去把它抽下來 這週不會有人比我多的啦 歡迎你們留言好不好 我一抽入魂欸 如果也有一樣一抽入魂的 歡迎大家留言啊 沒關係啊 我可以啊 我現在可以接受好不好 現在不怕任何的打擊 這一個月 無敵 好不好 好 那喜歡蛋飛的影片請記得點讚訂閱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打開小鈴鐺 這樣可以收到蛋飛上傳影片的最新投資 我們下期見 大家掰掰